高静这个名字呀,相信大家都知道,前几年在网络上活起来的歌,很多都是由他作词作曲,更是有网友评论,我和歌手之间就差个高静,由此可见高静是有多厉害,那么这次就带大家听听高静到底有多少进取。 第一首,怀念青春,一首高静作词作曲的怀念青春在2014年发布,歌词朴实无华写出了对青春的怀念。 没有污染过的青春,滴滴答答的秒针,却留不住一个黄昏。 曾经的爱很简单,不需要费力的眼神,牵手走过无人山岗,像时间在满几分。 怀念啊,我们的青春啊,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,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,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 我怀念啊,我们的青春啊,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,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,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。 第二首《正义之道》,电视剧《民兵格尔旦》的主题曲,是首由影帝黄博演唱的歌曲,一个被演戏耽误的豪饭派歌手。 第三首《水墨丹青》,一首《水墨丹青》。 走到歌词再到旋律都很高逼格的歌曲,由李玉琥演唱,再加上流行和鼓风的结合,给听众带来了强烈的听觉冲击力。 世家女子在树下 扶手抬秀弹琵琶 风吹又扬 轻声慢慢飘动 吹到了岸家 炊烟一点点生花 山顶落日的彩虾 最后落下那一滴 才是眼睛的笔划 岸家是要一天见 我一年年细春花 如春在高空中之前 那是一年变化 那先生讲的风子 不停色调 我都能用了 还有白衣裳的感情 圈中水墨丹青 花旦落地也有声 请此转马白日梦 飞到了另一个时空 我想问老先生 只怕想也没有用 请此白色一场梦 小曲折情意有谁